全世界最大的骗局 竟然藏在一家不起眼的台球厅中 利润静大的惊人 上海的一位00后美女 开了一家300平方的台球厅 竟然轻松地打败了周围五家同行 半年内赚了100多万 她的成功就在于两招 首先第一招 她提出只要使用国产手机的顾客 都可以免费打台球 且不仅限于一次 而是一整年都免费 这一举动震惊了所有顾客 人们不禁怀疑她会不会亏本 但事实上 美女老板设定了一个规则 尽管打台球是免费的 但每次只有前40分钟是免费的 超过40分钟则按正常收费 然而大多数顾客都会打上两三个小时 这意味着虽然前40分钟是免费的 但她赚取了后面两个小时的利润 这一招不仅体现了美女老板的爱国主义 还吸引了大量顾客涌入店内 实现了引流 第二招更加巧妙 美女老板推出了会员制度 只要顾客交纳99元 即可成为台球厅的会员 成为会员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原本每小时25元的台球费用 会员只需支付20元 其次会员每次光顾 都可以免费领取一瓶饮料 不显次数 由于很多人会和朋友一起前来打台球 因此免费赠送一瓶饮料 不仅增加了台球厅的附加收入 还增加了人气 第三 美女老板将所有会员纳入了一个社群 并定期举办各种活动 如会员台球比赛 游艺赛 挑战赛 精英赛等 这些活动不仅提供了娱乐交友的机会 还有赢取奖金的机会 奖金分别为800元 500元和300元 因此 最终有90%的顾客 选择支付99元 成为长期会员 通过比赛活动 它还吸引了当地众多台球爱好者的参与 不仅提升了台球厅的知名度 也受到了广泛好评 这一招称为品牌宣传和裂变 也称为回流 通过这两招 美女老板的台球厅 每天都生意火爆 这证明了 任何一种生意 都有其商业模式 需要精心设计 因此 无论你从事制造业 实体店铺 农业 还是服务业 都需要相信自己的商业模式 并找到适合自己的赚钱方式